所以他們冷 差別就在於心 你想看這100多公斤 從18歲到10幾歲 他們有沒有減過肥 無數的教練幫助過他們 方法吃減肥要什麼都有了 但都沒有成功 所以來到超級減肥王 他們都有一個背景的故事 剛剛那個主家者 他是一個富二代 他爸爸很有錢 跟他講說 你人生能做什麼 你告訴我 你知道中國很多這些富二代 胖到100多公斤 每天連坐到車裡面開車 方向還都卡著他的肚子 他爸爸覺得他很沒用 但他才幾歲 20多歲一個年前 最後出來算不上 你看他們有沒有潛力 你的人是應該活出這樣的樣式的 因為上帝給你了一個像他的樣子 如果當你要活出人生的樣式 你甚至是基督徒的 你會知道我們要活出基督的樣式 那樣式是怎麼樣 你會覺得說 跟我對這些的事情 很辛苦 很難 很不容易 但是一百天 他就很完成了 他們改變了之後 不是他們的身材 他們改變是他們的人生 現在他已經變成一個老闆 從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他自己弄一個減肥營 跟朋友 做個老闆 12月10號準備要開幕 要請我去讓我人在溫哥華 你想做的事情都要 但他能不能做成功 我告訴你 他不一定能做成功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 因為他的心不倒了 另外一個第二名的那個男生 本來是個廚師 現在成為老闆了 以前他的個性是不敢挑戰不熟悉的領域 他現在做一個老闆 我去的時候開個好車請我 吃飯 大飯店 不是教練 那我說 你怎麼還是感覺好像比以前胖了一些些 他說 因為我每天現在因為工作都要喝酒 但是教練 我不會放棄的 我每天騎腳踏車到各個地方去工作的時候 我全部騎腳踏車 在北京 北京受霧霾的 他冒著生命危險 還是先治癒 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雖然比以前稍微胖一點 沒有那麼瘦 但是他身體整個非常健康 陪著小孩跟家人 固定到公園散 慢烤跟散步 他有他的一個生活的Style 他有各樣的理由 但是都不能注意他 繼續有一個健康的人生 今天來這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再送給三個 大家聽了可能比較有說真相 但是很重要的話在你的身體裡面 因為真正能改變你的不是外在的訓練而已 真正要改變你要從內在開始 改變的是你的心 拖用你的心來帶動你的外在 當你的外在強了之後 有一些你的心軟弱的時候 你的內在 你的外在也可以幫助你的內在 讓你離外能夠合一 好不好 給大家幾個三個觀念 第一個就是 很重要的 在你運動的時候你要開始 來 第一個觀念 打出來 應該是 信誓所望之士的實力 未見之士的確訊 因為這是我寫的 所以我背起來了 這很重要 為什麼呢 他們在逃步的時候 我都告訴他們 你要眼前先看到你已經受身之後 它會不會有的 要不要的